首先第一个 我当然就是针对这张工作表来去做图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就是插入 我们先画的是2020年出生 出生各行政区的出生率跟死亡率好了 同时画出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插入数秒分析表 确定 然后我们2020年 所以请把 请把我的民国年 创造三选 因为我只要画这一年 全部里面的109年 各行政区 所以这边 这叫行政 各行政区的出生率 放到值 死亡率 放到这个地方 那记得在这个地方 我们我们用 出生率 死亡率 这边这边的出生率 这边的出生率 是阿拉伯数字 对呀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然后直栏位设定 然后是加总 确定 这个 直栏位设定 改成加总 那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把这些 是用百分比来去呈现 好 然后 小数位数 能位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去呈现这张图了 这张图 分析里面 枢纽分析 然后 因为它是一个百分比 所以我们可以用 折线图来去呈现 这个 这个差距我就先关掉了 所以 其实 这个出生率 个行政区 2020年 个行政区 我们在看的是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 最好是 出生 大于死亡 对不对 不是 剩下 你再给我 最多 五分钟 我想把那个 死亡率 跟 跟什么 出生率 的趋势 20年趋势 通通呈现给你们 因为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事 好 这个是 这个是2020年 出生率 与 死亡率 那如果你要去做同期比较 记得吗 同期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民国年 109 然后再加108 确定 然后接下来把民国年直接塞到这个地方 它这边就会变成四条线 这应该是你们很平凡会看到的一张表格 只是我们通常在做的时候 是用图 视觉化的图 来去呈现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这个 这个值关掉 好 所以大致上在这个地方 那个出生率 出生率是蓝色跟灰色 你看蓝色跟灰色基本上都在上面 各行政区都是在上面 代表 这两年 这两年都是 出生率 大于死亡率 对吧 这是同期比较要看的 可是 这是有一个行政区 万华区 有看到吗 它刚好是颠倒的 还有 这边有这个行政区 这个行政区 大同区有点不一样 可以吗 然后大安区也有 也有一个是有差别 反正原则上 像这两个蓝色灰色 蓝色灰色 在上面的 那就是大致上 呈现都是长这个样子 那蓝色灰色在上面 就是出生大于死亡率 好 这是同期比较 先讲到这边 接下来就是这20年来 20年来 它的一个变化 就是一个趋势 又是怎么样 所以呢 重新来去做 插入书庙分析表 20年 20年 所以我的列是 民国年 86一直到109年的 出生率 出生率 跟死亡率 然后这个值 用加总 这个值 用加总 然后接下来我们 当然还是把这个 都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呈现 然后 增加小数位数 以为 好 那这张图呈现 这个样子 各位应该还有印象 那个蓝色是出生 对不对 这个红色是 红色是 那个死亡 好 那你会说 这跟原本 原本 就是看那个 比例 比例 看那个数量 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看数量的时候 就看到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 但是我 我只是要讲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同时 去了解它之间那个差异的情形 当这个时间点 它在逐渐 就是死亡率 在逐渐增加 可是这个时候 出生率在逐渐减少 它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的 然后 就是在快要变成有达到 达到像这样子 逐渐下降趋势 是不是会变成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这边又力挽横澜 然后整个直接上升 的出生率 可是接下来 这边又开始要变成死亡交叉 其实台北市人口在减少中 减少到 它现在是第四名 即将桃园市也要追上 所以 所以 就是这点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 就是 以观后效 看看是哪一年会去追上 好 以上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重点 请允许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要做最后课程的ending 我们的课程叫做 以色列 苏纽分析 资料视觉化 所以 其实会一直围绕在 就是我要做苏纽分析 我要去做资料视觉化 可是 真的 我们拿到的资料 会因为 会因为 你们可能只 只拿到 当月 或者是今年 然后最多拿到去年 然后比一比 我觉得这是不够的 那可是 就是在这过程之中 你要学会的技巧就是 苏纽转置 它真的是 苏纽分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在这边用的是像 Power Query原子器 一定要学会 而且这间的坊间很少 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学 主要就是因为 假设我们一定会遇到 跨系统的相同资料 它的栏位名称就是不一样 这个时候影响到我们的资料视觉化 所以你如果说要成功的做好 资料视觉化 你就必须要先学会前面的资料整理 否则你就根本没机会看到 这什么20年 你连看10年的机会都很低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一看 看出生率 看20年的资料 死亡率 看20年的资料 这都是希望 我这个课程 要给大家有观念 其他就是说 你在你手头上面 你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料 然后透过这个 Power Query原子器 然后来去帮助你做资料整理 整理完毕之后 结合人口数 去算这个领域 好 那我想我们的课程就暂时在这边段落 祝大家很高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